將軍澳限量地鄰近地鐵站 在將軍澳中心和保營花園附近 可以興建590至620個單位 每個單位大約700至800平方尺 有差輪師估計 將軍澳這幅地皮 赤價會和去年9月 由新地投得的鄰近一幅限量地差不多 接近4000元 價格亦會成為後市指標 發展商之前都買了很多地 以往我們去爭地的情況就反轉 再加上之後還有其他地 發展商的心態很簡單 如果地是好的、漂亮的 會照出價 尤其以招標形式 一定要計算數 準備好價錢去入標 不同拍賣可以看牆場是甚麼環境 在招標形式來說 標書的數量不會少 一樣會照入 但價錢不需要像以前那樣欠地 就算欠不到 將來還有其他地供應 價錢就不會有驚喜 除了將軍澳的限量地之外 位於荃灣西鐵站 城半和灣半項目 會在下星期一折標 至於事件局的土瓜環至江街 同下鄉道發展項目 一共就收到17份發展意向書 包括恆地和英王等的發展商 移場實同家話亦表示 已經提交意向書 事件局表示 預計招標工作將在短期內展開 香港文字記者 廖靜文報導